介绍完了 我们接下来讲讲乙烯 它跟逆境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特性是比较补充性质 是比较统整性质的 因为乙烯常常是在某些逆境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作用 讲到逆境我们提到 之前离成酸离成素也叫逆境激素 它是在干旱时使得气孔关闭 所以要理清 离成酸是干旱时让气孔关闭 乙烯是什么呢 除了干旱之外 主要是淹水、寒害、臭氧多、机械伤害 都会让乙烯形成 我们一一看 先从淹水开始讲起 当然你的根部淹水是不是缺氧 一旦缺氧你就没办法行有氧呼吸 就会缺乏ATP而死 怎么办呢 你就要想办法获得氧气 做法就是皮层细胞会分泌乙烯 这时候植物的根 就会开始从筋的部分长出不定根 根长出来的根就是根 就是枝根 从筋就是地上部分长出的根叫不定根 不定根就会从空气中吸收空气 运输到根去 另外结尖为什么要生长 因为你的植物可能泡在水里面 假设你的植物泡在水里面 我泡在水里面 怎么办 我促进结尖生长 不就让你的结拉长了吗 就有一部分的植株可以离开水面 在空气中获得氧气 再运输到下面泡在水里面的组织 另外会产生空气组织 就是泡在水里面的金 会出现很多孔洞、缝隙、管道 让你的空气从上面可以运输下来 可以运输下去 通气组织其实你们都看过 你们如果吃过莲藕 莲藕是莲的地下金 切开不是有很多孔洞 那个洞是形成一个管道吗 就是通气组织 让空气在里面通行的组织 叫通气组织 通气组织是怎么形成的 下面有提到 也是乙烯造成的 乙烯造成通气组织 乙烯可以引发 他apoptosis就是细胞凋亡 一个皮层细胞被以弃刺激之后 他就开始进行自杀死亡了 我们以前叫他这种程式性细胞死亡 progressive death 也叫apoptosis apoptosis就是细胞凋亡 他就会开始分泌酵素 然后分解 然后就让这个细胞死亡 一死之后 留下的空间就是这个通气组织 所以以前我们在学 我们把植物的金横切 有些植物的金正中央的水 是个空间 我们称为水枪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在水形成的空间叫水枪 有些植物它中柱没有问题 是旁边的皮层细胞出现的很多的通道 这些就是通气组织 通气组织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的植物如果泡在水面 它就会造成细胞死亡 然后造成有通气组织形成 这是一些乙烯的一个特别的特性 在淹水的时候会有以下产生不定根 结尽生长以及产生通气组织等 这些效果让植物在缺氧的时候 还有办法从水面上获得氧气运输到水面下的组织 好 以下这是乙烯的特性